胆口爛爛爛爛 啊 雞了了了 那是全包不會賣的 趕快走 你學不會講 你學不會講 我跟你講 大家好 歡迎收看 LEO不會講 我是品鈞 我是Shana 我是李歐 真的沒學不會講欸 上次啊 千寒說會跌到萬六 就真的跌到萬六 品鈞說不小心抠頭 讓我們回顧一下 喔 抠頭總司令 倒是說句話 多口啦 吃虧虧虧虧 現在真的就是缺多頭的指標領軍欸 所以我現在講話真的都是 自自斟酌 不過這個大盤局勢我真的是看不清楚 像是話題都圍繞在什麼 航運啊 鋼鐵啊 什麼IC設計 可是要怎麼選啊 我跟你講 你真的要自自斟酌 真的要好好小心講 千寒為什麼他今天不在這裡呢 就換掉了 對不對 笑著把千寒送走的平均 最毒負人心 我告訴你 鋼鐵 航運 IC設計 這一些都是好公司 而且業績數字非常好 但是為什麼近期的股價走勢 比較弱勢一點點呢 我們先從他基本面來看起 長榮去年才賺4.9元喔 上半年就賺15塊 厲害吧 才半年已經賺超過去年一整年 對不對 三倍了 那中鋼呢 鋼鐵人的代表 去年只賺0.05元 非常少吧 可是今年上半年就賺1.6元 是不是超厲害的 可是中鋼看起來 股價就平平了 沒什麼太大的活動 那你看喔 IC設計更不用講了 金豪克是非常強 股價走勢之前非常強了 去年整年賺3.8元 但今年上半年就賺6.9元 翻倍了喔 比去年整年度還要多還要翻一倍 好 那我們回到最原始的問題 為什麼這個地方大盤震盪一下 這些股票就往下走跌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股價漲多了嘛 再來是大盤的量縮了 所以意思是說 台王子就沒細差 鋼鐵人也飛不起來的意思 其實這個鋼鐵人本來就不會飛了 那現在變水鬼了嗎 其實我跟你說啦 其實大盤的量縮 這件事情要小心的來看待 那為什麼會導致這種問題呢 就是因為政府這個市場上有傳出啦 這個政府好像對於這個市場當沖過熱 好像要做一點控管的動作 那我們知道當沖的交易稅 本來是千分之三 那現在減半變成千分之1.5 它是延到今年的年底 12月31號 9月它會正式討論說 到底要不要繼續延長 那你要想喔 成交量只要縮小 波動度就會變小 因為參與者會變少嘛 所以股票就比較不容易大漲 這是怪政府囉 也可以這麼說啦 查水條 如果這個盤要讓它繼續漲 成交一定要放大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關鍵 但是有些公司 他們一公布財報就見光死 明明就是獲利不錯 股價卻跌 還有那種一日行情的 像是群創啊 它就漲那一天 之後就下台一局公司 沒錯 你知道嗎 群創那一天公布獲利的時候 衝漲停 對不對 第二季大賺214億 表現真的非常好啊 創歷史記錄喔 可是呢 創歷史記錄是符合市場的預期 所以我們如果要從財報角度來看 這個企業的股價 其實你要從幾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符合預期 符合預期 那開高就是賣股票嘛 那第二種情況就是 營收不如預期 那更是要賣嘛 結果都要賣啊 哈哈哈哈 例如啊 舉個實力 例如說這個3192的紅塑 市場的預期 這個本來的傳聞是2.3億 一個月嘛 就是上個月是2.3億 可是實力出來之後2.15 法人會覺得 怎麼跟市場上公司講的這個傳聞的說法 好像有點出入 所以大戶還有市場 就是報紙職業態度 管他3721他就是會砍 管他3721就是現在給他買 沒錯 因為有出入嘛 跟想的不一樣嘛 那再來呢 從技術面來看 非常簡單 你只要看到當天成交量 他如果報大量 當天的最低價如果跌破了 你反彈都是要賣 有90%這個方法會奏效 這就是健檢的 幫手中持股健檢的一種方式 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趕快筆記起來 但是人家都說 震盪的時候就是最好的買點 是沒錯 一定有那種什麼 未接低的抗震股啊 發現他就像從那個沙子裡面 發現鑽石一樣對不對 對 沒錯 現在確實有這種股票 我們剛剛提到嘛 台北股市漲上去之後 很多股票也跟著漲很多了 現階段當大盤在震盪的時候 你要尋找的是 業績成長股 基優股 但是他平平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大漲 這種的才有機會 在大盤震盪的時候 脫穎而出 我隨便舉個例子啊 隨便舉就有 有哦 比如像2823的中壽 中壽去年賺多少 3.3元 哇 不錯哦 今年第一季就賺2塊錢了 股價才多少 26.9元而已啊 本益比來多少 才6.7倍 是不是相當便宜 還沒有什麼動啊 那例如6191的精神科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這張股票 去年賺3.4元 對不對 精神科嘛 你不是說那是精神科嗎 好公司耶 上半年就賺2.5元 去年整年賺3塊4元 上半年賺2.5元 股價36.5元而已 本益比也差不多是6.7倍左右而已 也是非常低啊 雖然知道怎麼健檢 但是平均你破了白身就怎麼賺 我破病的時候 雖然我現在還在破啦 但是我不會去什麼 自己當醫生 我都會去看醫生 所以 利歐醫生 你應該手上還有那種 你健檢過還不錯的抗症好骨吧 沒錯 抗症好骨 我們都會放在 股民當家的Telegram裡面 打給做回來 GO START 17168 趕快丟起來 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別忘了按讚 訂閱加分享喔 利歐北共 我們下次見 掰掰